她不在了却也无所不在 在回忆里是朱丽静陪着大家流过一千万次的泪水 还有对她千千万万次的想念 家人在她脸书感谢大家的关心 用音乐带给大家满满正能量的朱丽静 已经在7月3号平静地离开了我们 结束了40年和音乐拥抱的人生 我刚刚才看到朱丽静的消息 就在刚刚 就在刚刚那一刻 各位知道她是我的表妹吧 美好的时刻是会永永远远的 但其实并不会 离别太匆匆 让新作专家唐启阳眼眶红 想到表妹朱丽静一路受着病苦 当表姐的悔不当初 会有点后悔 为什么没有 没有这种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应该要知道她笑脸的背后 有很多的担心跟害怕 只是她没有说出来 去年10月抱病参加台南音乐节 歌迷满满的热情尖叫 是她的止痛药 这也是她最后一次的公开露面 今年2月21号脸书分享 最后一张和朋友的合照 是与露露黄露子音 一年前的活动演出 露露录完节目后 回家路上听到好友朱丽静过世的消息 崩溃痛哭 她是一个非常乐观的女生 然后随时都保持着笑容 蛮悲伤的啦 那么年轻 如果身体没有健康的话 生命的长度就没有意义了 45点 就 好声音没有被埋没 2009年朱丽静参加歌唱比赛节目 拿下了总冠军 判了四年才判到了第一张专辑 那时她开心地说 终于不用再唱口水歌 我有自己的主打歌了 我是Miu朱丽静 我是来自台湾的 2015年前进对岸 唱响我是歌手谁来踢管 她的细腻和爆发力 被赞美是莫文蔚和惠宁休斯顿的综合体 2020年确诊癌症的朱丽静 年底发行了专辑来日方长 也盼着来日真能方长 却不敌人生总是无常 如果她的歌声只因天上有 一如她脸书上最后的身影 她说出来这么多天了 该回去看看了 回去那个没有病痛的好地方 那个能好好唱歌的快乐天堂 观众朋友有一件事情 不知道你们做了吗 那就是赶快来订阅 我们的CH52华氏的频道 而且记得哦 一定要帮我们分享 按赞还要开启小铃铛